大家好,我是艾安 今天我们来到泰国曼谷 来泰国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处都是中文 而且中文一般写的比泰语和英文还要再大一点 看下面这个药店还是按摩 提防小偷抢夺地产 这边就是泰国的轻轨 泰国的轻轨跟地铁是分开运营的 这个就是换钱的地方 在泰国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都不能刷卡 所以需要大量的现金 换钱要记得带上自己的护照 这个换钱的地方叫Super Bridge 是随导清测的换钱最优惠的地方 看一下钱 这上面印的是泰王 年轻的时候 每个面积上都是泰王 哎呀 我们用300欧元还有70港币换到了2442泰铢 这是我们刚才换的钱可以看到港币对泰铢是4.47 这是昨天在机场会的 这里港币对泰铢是4.07 所以这家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记住这个标志Super Bridge 这里有罗森 这个是2瓶22泰铢 最便宜的 买了一个一日通票 这个是140泰铢一天 用到当天的午夜 我们从轻轨上下来之后大概要走七八百米到刚要去的三项博物馆 然后一路上的风景还挺荒凉的 这里是草丛 然后可以在这边就能看到了 那个青铜像 这边看真的还有点恐怖 走到了从这里 仰视看上去还真的是很有气势 听说这只像是全部青铜制成的 非常有重量 刚在寺庙前 你就可以在这里买一点供品 然后等会进去供奉一下 这里是门口的小像 像在泰国的佛教里面是代表着幸运和财富的意思 所以像神的基本上越等于我们的财神 收票术也有这样的小神像 然后我们要在这里 收票人员给我们指了一个地方 我们去那里把淘宝上买的票兑换一下 这里是换票的地方 像这种博物馆 现场买票最后比较贵 你可以提前在美团或者淘宝上订票 这样就会便宜很多 泰国到处都是泰王的画像 进到里面看到 加上这个粉粉的台座这条像 好像变得更加的思想了一点 因为这里是宗调城市 所以他们的邀请就是能落出肩膀和膝盖 然后我完美的踩雷了 所以我要去这里 看这里可以去建一个披肩或者沙龙办 身体重 好像还挺好看的 佛寺是要脱鞋的 脚底的地方很硬 踩上去好疼 看大家都说光脚 从高处看这个园林更漂亮 这个小象也很可爱 以前中国也是有很多象的 比如说河南的玉子里就有象 那是因为以前的气候 是像泰国现在的气候一样 所以它 所以像能在那里生长 所以这一层 代表的是人间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 黑色的 一二字 分别在表的是 教乘佛教 大乘佛教 印度教和基督教 像进了店门右边的这个柱子 它就是基督教柱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画风是非常的圣经的 上面画了很多圣经的故事 然后这个柱子是八角形的 一共也有八层 好像就是分别 分别代表了你要经历不同的力点 然后到了第八层 就是能上升到天堂 这个阶梯上也都是有小象的雕像 这个像的元素 在这个寺庙里真的是一以观止 可以从这里静静地看这个基督教的柱子 因为是代表着不同的宗教 所以人种不一样 这个大湖的代表 这种人 这里就是这个神庙的创始人 他是一个中国人移民 叫林国华 是来泰国做生意 做得非常重重 然后广街上员建了很多寺庙 和佛华的 这个通向天国的阶梯 所以从这儿走的 能走到顶上 可以看到好看的彩绘玻璃 真的有一种通向天国的感觉 上面这个天花板代表的是世界乌节 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地图 有海洋和五大洲 然后里面用了四种颜色 来代表世界的四大要素 黄色代表大地 白色代有红 蓝色代表水 红色代表火 然后环绕着五大洲的世事 二星座 然后外面呢 这个图案 表示的是人类的活动和情感 表示的就是人类受到星象的影响 上来这个阳台呢 也有一个接受供奉的神兽 刚才我们在底下的这个圈件是 然后这里是 因为我们做到上面 和外面的建筑建筑 然后里下面是 代表我们宇宙 和外面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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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旁边的壁画 园绘的是飞天 天堂这里的壁画呢 上面画的是宇宙 不过得非常的丑像 那边是太阳 然后仔细看看还有星座的图案 然后我们看这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圆形的 我们看这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圆形的 我们看这个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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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进去的 神庙的外观 那可以看到 中间那个粉色塔 就是我们刚才进去的人间室 然后从象腿那里 分别修了一个螺旋楼梯 还有一个电梯 在象肚子里 就是我们刚才进去的 天宫的部分 那个象从外面看起来 是完全已经秀掉了 因为是青铜 但是它刚建好的 是这个样子的 旁边这个图纸之前建设的过程 我看这里 这个是之前盖好的 下面的神殿 然后这里楼梯和电梯 结果图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走的 那个通向天堂的阶梯 然后向腿 这里螺旋上去 然后到上面的神殿里 那电梯在哪呢 电梯在哪儿呢 对 电梯在另一个项腿 这个园林还是挺漂亮的 一草一木都精心的修剪过 田园好好看哦 你看 那边还有喷水的小象 一排 一排 还叫两声 这个庭院上的雕塑 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鲜蚝壁线 看这是什么动物 红雀 这也是螃蟹 我感觉它也讲什么故事 就是三维 三神一体亭 然后这是他们的贡品 我请神喝饮料 这里供奉的是 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但是他们都在一座身体上 就代表的是 食物具有多面性 三大主神分别就是 印度教的创世之神梵天 然后守护之神自食奴 最后就是 毁灭这神世伯 仔细看了一下 这间饮料上 竟然还插了吸管 那是神真的有在喝饮料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点赞三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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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